红派报道,16岁的女孩结婚了,结婚40天,又离家出走了,叫马忠岩,不知道为啥呢,她官方把人勋起事给人打马,你打马怎么找人呢? 马忠岩,女回族,2007年7月出生,家住青海省三角水,一个黄中区,田家在镇,小院村吧,013号,于2023年6月4日下午4点左右,从婆家离家出走, 出走前40天,即2023年4月25日,刚刚结婚,有知情者请与杨先生联系,把人联系电话也给人打马,人家怎么找啊? 7月4日的下午,寻人启示中的杨先生告诉澎湃新闻,目前还没有找到,家人已经报警了,杨先生称,他是马延宗丈夫的叔叔,称一手操办了两人的婚事, 第二,两人举办婚礼时,马宗岩虚岁十七,马宗岩的丈夫二十一,没有听说两人发生过冲突,杨先生称,此前马宗岩曾离家出走过,后来又找回来了,此次失联的具体原因不清楚。 同日,西宗岩虚岩虚岩虚岩虎岩谷、田家在镇镇谷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,巩起事上的消息属实,目前镇上都知道马宗岩临家出走的消息,镇政府曾联系家属了解情况。 四日晚 这个小院村之书与该村的复联主席向澎湃新闻证实 马宗颜结婚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 未进行婚姻登记 该村支部书记表示 马宗颜是小院村出生的 父母都是小院人 他也在找马宗颜 徐云启士是婆家登出的 他还表示马宗颜曾在去年走失 后来被亲人在附近找到了 乃字一个小字念啥 我们看一下 嘎 嘎 是小的意思 哎呀 念嘎 那撒点水一个黄念什么呢 是念黄吗 这个念黄 是地名啊 只用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也太太太太太离谱了吧 这么小的年龄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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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也不懂法律啊 评论 希望未成年的 保护法和 复联 做好该做的 评论 未成年的 未成年的婆家 评论 我的怀疑 人都不在了 婆家还假模假样的 报警 评论 同婚犯法 无效 妹妹你快跑 评论 这叫做走失吗 这不叫逃跑吗 16岁就嫁人 这个到底是咋回事